看到,反正第一步请你先把它做安装 安装Request 其实语法很简单 就是这个 Pipe Install 然后Request 所以未来 如果你要安装任何的模组 网络上你就记得那个名称 然后打在Pipe Install的后面就可以 OK,现在还蛮好记 不过有的时候 当然有些人电脑里面装了太多的Python的版本 所以之前也预告 它不知道到底你的Python是哪一个Python 有的人可能3.74,3.75,3.76,3.81,3.82 一堆的版本 所以如果将来你遇到说你的版本太多个 然后你要强制把Request装在某一个资料夹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下面这个 不过目前因为我们这边环境还蛮单纯的 只有一个 所以不用用到这个 你们目前怎样用这个就好了 我把它放大一下 用这个Pipe Install 主要是这个Request OK 其他的话应该暂时 这个就以后如果你遇到那种安装这个方法失败的话 那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OK 然后装好的位置 然后升级 如果这个升级不升级 我是觉得倒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将来如果没有升级 其实也是安装成功 那你升级也是一样 OK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把台北市政府的公有零售市场行情下载 所以我刚刚写的程式就是这四行 OK 就是Import 然后GET GET之后的话给它encoding CP950 特别注意 CP950这个编码方式的话主要是什么 习惯上就是你要自己先去看一下你下载的那个档案按右键编辑一下 你把它另存新档看一下从这边去观察 从这边去观察 不知道还有一个方法如果假设你用UTF8不对的话那你再改 其实好像也是可以 只是说最好就是我的习惯先看一下档案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来把那个资料做切割 为什么要做切割呢 因为我现在print了之后的话你会发现资料是全部下载下来的 从那个2019年的好像2月份的 一直到哪个地方呢到2019年的7月14的那个资料 通通下载下来的 不过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资料好像用那个斗点分隔开来 OK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你会发现 它这个有些资料 哪个资料好像只有哪个资料 这个第四个栏位的后面它多了很多空白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空白给拿掉 不然的话没有拿掉的话将来你要处理很麻烦 OK会多这些空白出来 所以理论上需要把这些空白给拿掉 那空白怎么拿掉 前面我们有讲过有一个方法 有没有专门是去除掉你不要的东西 有没有 那它如果在前面或后面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还记得吧 去除换行 strip 然后你就是给它空白 把空白就全部去掉了 OK 再来的话 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 那个什么 那个档案物件 f 物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reader 有没有 其实这个地方有点像reader 全部读取 那档案物件里面有readerize 意思是把这些东西全部读到串列里面我们再处理 那读到串列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去切割 然后放到资料库里面 因为我未来我要 假设未来我希望放在资料库的话 那可是接下来 我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要把它放资料库 显然是不OK 为什么 因为这资料的话 它是一个字串 全部都串在一起 所以我需要做什么呢 把它切开来 所以特别注意 接下来动作就是要把它切开 可是问题要怎么切 那可能要分几次切 第一个的话 你可能要怎么切 第一个 你要先切 每一笔资料先切出来 然后切完资料之后 再把它里面的个别的资料 再把它分开来 然后分别就把这一个 insert into的时候放在资料库 放在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第五栏 有没有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 那个栏位名称要取什么 希望我就是这个A B C D E 五个栏位 所以我需要什么 先把它分开 那怎么分比较快 特别注意 我是建议以后 慢慢你们如果要分析档案的时候 下载之后 除了要按右键 你可以用祭祀本之外 可是祭祀本的缺点太阳春了 我是建议 未来如果你要分析档案的话 请你另外再安装一个东西 叫做Nord Pay++ 你可以Google打Nord Pay++ 或者Nord++好像就有了 Google好像这边就有 你就打一个什么 Nord Pay Nord++也可以 然后搜寻一下 这边第一个就是了 待会请各位自行下去download 反正你就当过最新版的 那这边有最新版的这个7.85这个 然后你就把这个install版装下载 然后install 这个应该没问题 自己装起来都OK 那装完之后的话呢 他有什么妙用之处 重点来了 接下来按右键 他会出现edit with nord pay++ 接下来的话 其实他有个造妖镜 我觉得非常好用 以前我在这个使用 就是写程式的时候都会用这个来用 他预设是没有打开的 OK 像你现在就看不到说 他背后有一些东西 对不对 因为我要切割的话 其实他背后每个换行 都有一个特殊符号 然后空白呢 其实如果你要看到 记得检释里面可以用特殊资源 找到什么 显示所有资源 这功能还蛮好用的 因为其实就有点像造妖镜 很多东西本来看不到的 利用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本来看不到的东西 把它点一下 检释特殊资源 显示所有资源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每一行的 每一行 最后面多这个东西 CRLF 特别是 这个CRLF 大部分都是出现在 那个Windows 就是你如果是用Windows 微软 没有Excel 做出来的档案 他后面都会多CRLF 但如果你是用Linux 里面用的只有 只有LF 没有CR 那这个LF 实际上就是什么 反斜线N CR是什么 就是反斜线R 有没有 他等于是多一个Return 然后再换行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如果要切割的话 第一个你就要知道 他这个后面放了什么 反斜线R 反斜线N 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 如果要切一 切一 一笔资料的话 那可以用 反斜线R 反斜线N 来切割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还有其他哪些地方 可以看到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后面 都很多 这一点一点 其实这个空白 如果说你用Nordepay 加加的话 你可以很快 可以看到这些细节 所以第一个 我们知道 它的分割 第一个 一列 如果要分开来的话 可以就是反斜线R 反斜线N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就用逗点去做切割 所以第二步的话 我这边有写 所以在云端上面这边有 我们第一个 假设 我们可以做几个步骤 接下来 如果我要把这资料 切割开来的话 那我就 可以print它之后 这个不用print 这个主要 我们是把资料取得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做什么事呢 接下来的话 我就把这一个下载下来的档案做Splitter Splitter还记得吧 就资料剖析 也就是把资料切开来 那切开来之后的话 因为我知道说 然后后面有CRLF 有没有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先放在List1里面 所以我第一步先把它放进去 然后print它一下 printList1 那你可以看到List1里面放什么 就会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全部帮我放进去了 放到哪里放到List 你会发现这个中瓜骨 然后他就帮我把第一笔资料 第一笔叫什么 栏位名称 放在他编号0的位置 所以这个是0 然后后面的话就1 然后再来就2 一直在推 OK 那另外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个问题 移到最后面 你会发现 他这个资料里面 后来会出错 错在哪里呢 他好像最后一笔是空的 所以记得 我后来我本来不知道 后来奇怪怎么出现错误 才说看一下 原来他最后给你一个空的资料 怪怪的 所以最后一笔可能要略过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再把那个List的1 有没有 我们把它抓到的时候 那因为我要抓的资料是 避开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我从1开始0不要 OK 到哪一个呢 总长度 有没有 记得要简易 为什么要简易 因为最后那个是有个空的 所以有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这些简易 因为我print了之后 发现最后那一笔有个空资料 所以我把最后那个空资料给去掉 然后做什么呢 再分别把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资料用逗点隔开 Sprint有没有 把它切开来 切到哪里去呢 切到List的2里面去 并且把那个里面有空白的部分去掉 哪有空白 第四栏 有没有 我们刚刚有看 第四栏刚好有 所以你就用什么strip 里面只要加什么一个空白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他就会帮我把空白给去除掉 我们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print list 2看一下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把这个print出来的结果 有没有 这个应该print 这个先 List 1就不用print了 有啊 这就OK了 你看List 2里面就放什么 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把它产生这么多个 有没有 List 2 那你想说 那产生这要干嘛 等一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料 分别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放到那一个我们资料库里面 所以待会我们只要结合上个礼拜讲的 建一个资料库 然后建一个资料表 一个资料表里面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的话 就分别把这五个栏位的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在回圈里面就insert into 就帮我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前面的铺层主要是为了要 后面要丢到资料库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步 先用Sprits切割 切割那个CRLF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CRLF 其实就反斜线R 反斜线R 然后clink出来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 第二个阶段就是再去切割资料 因为他没有办法像那个 档案物件里面有realize 直接帮我把资料都读到串列里面去 所以变成说没有办法那怎么办 变成我们就只能手动用Sprits Sprits自己切 OK 等于说他给你的资料 没有办法帮我切好 没关系 你就自己再来切吧 OK 就像有些东西买回来 就比如说像 假如说吐司买回来 他没办法帮你切的话 怎么办 你可能家里要吐司刀 自己切 OK 自己切切 看谁要吃什么 谁要吃什么 这样就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的话 后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还要再结合资料库 所以如何把刚刚的list2里面所产生的list 再帮我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以后很容易的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把网路上的资料 就像口罩2.0 OK 也是一样他会有个开放资料提供给你 可能就提供给你的CSV 那你就直接把那些资料get回来之后 放到资料库 然后当使用者要用的时候 再去资料库里面把它捞出来 有没有 比如说先比对一下他现在location 他的经纬度在哪里 然后他附近周围最近的距离 找到药局最近的排序 然后并且除了最近排序之外 顺便告诉他说 你家最近还有口罩的药局在哪里 甚至还可以帮他导航 你可以结合部的地图 那请各位试一下